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了小巴黎 小意大利 我们现在他妈要去买黄金 黄金有什么好处呢 据说啊 人要带着黄金的话就会带财 黄金这种矿物质它会释放一种 不知道什么的磁场钱 你有钱你就自信你 自信你他妈的 你就能够写出表的歌词 对不对 所以黄金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我把我们的性格分析当成神奇宝贝 就是《口袋要怪》这个动画片 比如说Melo我就把它当作是火系的 火爆盒格斗系的 然后赛屁呢 我就把它当作是电系的 电系的什么电机怪啊 闪电鸟啊 雷秋 雷秋啊 十万福特的这些都是电系的 然后马思维就是水系的吧 水系 怎么说呢 暴力龙 暴力龙这一系的 像我就卡比赛我就正常系的 I got you 为什么成为团队 因为两个人之间 你的大脑会有不同的想法 两个人把想法对接 一人负责一半的话 做出来的东西就更新 orman Unt questão I don't see nothing I don't see nothing RON I don't see nothing I don't see Nothing RON Okay Yay Hiya brothers? Yeah That was good I fucks with the music I fucks with the music Johnny's little ass 我一直想到我有些多的BadBitchTabbit 等死我不很穷嘛 就在录音棚的时候 我们就从录音棚的时候讲 就想着做一个人 有一 要维持生活很简单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都没办法 就只能够想办法挣钱 然后我们现在又只能搞磋唱 利用唯一的优势 我们就想办法出Mixtape 卖碟 在网上卖碟 然后对 卖了碟之后 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 我们用那笔钱去买机票 做了第一次巡演 跑了五个城市 然后就到了夏天 我们生活就稍微好过了那么多 然后又没钱了 冬天的时候我们又计划了一轮同样的事情 然后就一直这样滚雪球 然后中间还一直写歌拍MV 对 我们音乐分发图强 音乐改变我们的人生 当时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唯一就是有一个房子在那 然后因为成都说唱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 很早就有人在搞 就生活压力不太大 你用很少的钱你就可以生活下去 然后你才有理由去坚持你的梦想 咪咪咪 哈 不来到菩萨 哦 不问几乎 哎 为了你 dash dash 哦 菩斯太砸了 我觉得就像 我觉得音线对我们很深的 比如说周杰伦 陶哲 潘伟伯 就根深蒂固的就对我们的音乐 对我们的音乐品味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才造成了我们后来可能会喜欢HIPHOP 然后做音乐 所以现在的小孩他那么小的时候 在我们听周杰伦的时候 他就听Hire Brothers 他是直接接受最酷炫 最纯正的HIPHOP音乐 他没有受到任何过滤的 我很难想象 但他到我们这么大的时候 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疯狂的音乐 Oh my god 他们觉得是 You are the future 对我就是 我们每一次巡演 对我们来说都是进步推动 一开始是国内巡演 直演五个城市 再后来是演十一个城市 再后来亚洲巡演 每一次都感觉是一个提升 一个进阶修炼 You are better than 7-11 What's better than 7-11 You are better than 7-11 You are better than 7-11 现在的HIPHOP在中国 是正在上升期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HIPHOP 越来越多的人听HIPHOP 然后做HIPHOP音乐 也有很多明星或者什么电影 都会尝试去融入HIPHOP这些音乐风格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 但是可能会因为有一些不好的例子 因为有一些不好的例子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音乐做得更好 让大家看到 我们因为中国人 也可以做很好的说唱音乐 也可以做很好的HIPHOP音乐 在club里面 火的很多音乐 都是白人黑人做的 欧美的音乐 然后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的音乐 也可以出现在世界各地 不管是演出还是音乐节现场 这是对中国人的一种 音乐的一种认可 是对亚洲人的音乐的一种认可 我觉得就做到这一点推动吧 让大家知道我们黄皮肤 亚洲人也能做很酷 很有个性的音乐 有了手机以后 就是每天接收的信息变得更多了 然后就不再像以前是看报纸看电视 现在消息更新的很快 而且网络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我们只要有好奇心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去了解任何想知道的东西 所以就现在的孩子想法就很很很奇怪 很你不是说奇怪 就很创新很特别 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我之前对美国的想法 通过我每天在玩的PS4的GTA给我感受 然后等正到了那个LA机场 在游戏里面叫洛盛都机场 然后出机场的那一刻 我就发现跟游戏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再到了各个地方 发现他设计的地方 都和游戏里面一模一样 但是你自己真人变成了一个朋友 就有这种感觉 我们去的那个环球营 体验了很多电影那种感觉 特别棒 真实 我们有一个节目 你有一个节目吗 明天 听说明天 明天 你知道什么TMZ是吗 TMZ 我工作为TMZ 你工作为TMZ吗 我知道TMZ 我一直在网上的标志 我一直在网上在外面 所以 你们上TMZ OK 因为这里是 就是这些音乐的发源地 我们也是因为做这些音乐 然后人来到这里 然后我是音乐方面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就一直靠自己的音乐品味 去寻找好听的音乐 好听的新鲜的说唱音乐 新人啊各种那些 但是全凭我们自己的品味去听 但我們到這裡來了之後 發現大家聽的也是那些東西 我們覺得帥的他們也喜歡 然後我們做的音樂風格 他們都會接受 就跟我們想像的一樣 我們在做 我們喜歡美國的HIPHOP文化 然後我們在做我們覺得是正確的音樂 然後搬過來給他們看 就真的是贏得他們的尊重了 真的讓他們覺得我們做得很牛逼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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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let's go andre ok hey chance 讓很多外國人都會唱 像Made in China,我們現場演出的時候 他們也會跟我們一起唱 我們就會感覺到很開心 以前我們一直覺得 外面的人可能到國外之後更牛逼一點 其實發現國內的 像我們在成都演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不亞於在這邊演的時候 熱情還有投入度都已經差不多了 他們已經會玩了 不單單是看演出,是來玩的 我們來了以後也更多的把英文和中文融合在我們的歌裡 也可以讓美國觀眾學學中文 來從我們的語言上面 根本上面了解我們的文化 對吧 我們好好把這一部做 不僅做書餐 我們把文化融入我們的書餐裡面 讓他們產生興趣 我讓你們做的事 如果你之前做的事 你應該是昨天的事 için的工作 所以中國人總是想自己一個工作 今天的工作 你應該是要在一起 火火 火烤,我需要,哦,耶,Bingo! 我们就想吃辣的,这边吃成都的那种辣味很困难 其实想着就吃的,还没有那么想家,我觉得 可能就是个适合漂泊的人吧 对,因为每天我们信息量都很大 每天都吸收很多新东西,你没有时间去想家 因为你一步无聊,你每天都很丰富 这次来觉得对服装又有了更好的一个了解 我回去估计也会想象自己改一下自己的衣服 因为这样出去就不会撞山啊 但是真正来了这边,我发现 不只是黑人,白人,他们其实有很多跟我一样练活 他们都也很会穿,我就发现 like, it's a bitch, then you die 他们穿的一些牌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就是很帅 回去肯定要买更多这种特别的 Oh my god Oh my god 会更特别的 我觉得来学到的就是一个对自己穿着的一个代表 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像从CBA你选秀进入NBA 你进入到新的环境又有新的挑战又有新的榜样 给你树立在那里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们也会不断地向上,不断地去拼搏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种鼓励 扑许我们继续向前 我们是一种球迹者,我们是一种球迹者 我们是一种球迹者 我们是一种球迹者 你叫他东西吗 Oh yeah Yeah I need to move to Hollywood my money green, let's pride 我不仅听黑人音乐 我还要听中国流行音乐 所以造成了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 我们在美国的录音棚里录出来的东西 可以跟他们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又是HIPHOP,又是说唱 这全是因为我自然而然累积的东西 那来到这边做更好听的音乐 让他们也学说中文吧 这首歌是要放到88的Summer Tape里面的 那就是所有88的艺人一起合作的一张专机 然后我们就贡献一点力量 这个beat是August和Rich Brand制作的 不然说他这个歌他表达就是 怎么样别人尊重你 然后我就写一点我的概念里面 就怎么样别人尊重过他们 对我就把我的歌词这样 这部分怎么这样讲 我觉得我的朋友就是来美国 这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现 你在这样的伴奏里 你可以尝试一下跟之前不一样的那样方式去唱 在这边以后就会更灵活多变了 但是学了很多 确实 为什么Nono的风格跟我不一样 因为他听的音乐跟我不一样 他的生活经历跟我不一样 性格不一样 这一切都是自然产生的 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做好听的音乐就OK了 他在这我们两个那段verse里面 他就讲究他的flow 然后那我就想 那我就不跟他用一样了 那我就唱唱一下 就跟金秋跟追求语歌词的表达度 因为rapper毕竟歌词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就对歌词方面追求比较够 Bit my man I beat my fat I beat my fat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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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fat 还有一个挺奇怪的点就是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们对方写的是什么 只有等到发布的时候 我们一起看 vemos 我们在哪igen一起或者 Bit my fat Gilo Heaks Actin reg Afghan Lithin no some wild boy shit Hey Camin off the shoes This is for the mosh pi Hey Yokui do a fit Distrospect all on my wrist Double X L,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Pet Brothers 我覺得現在寫歌最大的動物就是 每次我們在歌裡寫的什麼就會預言成真 比如說我說我歌裡我想去哪裡 然後你們是真的去哪裡了 然後我覺得要保持這個態度 一直寫各種好的東西 然後就一個個實現我的夢想 我覺得這邊大家看到酷的人都會很友好 如果你酷他就會尊敬你 就對你很友好 我覺得我們在國內應該這樣 大家看到酷的人不應該敵對 你也喜歡HIPHOP我也喜歡HIPHOP 我們就應該互相尊敬一點 然後這樣大家都會變得很好 就會鼓勵大家都把自己變得很酷 讓自己實現自己的個性不用多多長長 我不知道其他酒以後我們四個就是敢於嘗試新東西 永遠沒吃過的可以嘗試 沒玩過的可以嘗試 以前從電影裡聊到美國 反正來之前感覺還是挺慣的 但來之後發現黑人朋友很友好 然後白人朋友也很友好 墨西哥朋友也有 我覺得美國的最大的好處就是會去黑虛 就是大家對著很客氣很尊敬你在做什麼 就算他不理解你在做什麼他也很尊敬 就是這個我們大家可以多學習的 不管做什麼 雖然你不懂但也得支持 對那是別人的事 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想讓他們知道的一點也是 就是敢於做自己 不要被那些調整款款約束 你相信自己去做 我覺得這是我們 不管各種方式 我們平時說話也好 我們打扮也好 還是我們的音樂 還有我們拍的東西 傳遞內容也好 最主要的強調是這一點 看去勇於做自己 我覺得能影響 這樣的影響到他們的話 就會有更多的有創新 有個性的人出現 更多有意思有趣的人出現 最酷的還是做你自己 對 做自己 不管你在不在網絡 還是你在深山也好 在怎麼也好 你還是做自己 擦皮鞋也好 包腳也好 航航出狀點 做你自己肯定就是沒問題 最酷 Mess up noise Mess up noise Say hi FIRE! FIRE! FIRE!